在这个神秘的山洞内 所有的事物都放慢了9000倍 远古时候的战争 打到现在都没有结束 山洞内随手扔出去的荧光棒 在空中飘浮一阵才会掉落 教授捡起地上的荧光棒 后面忽闪忽闪的白光 引起了他的注意 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 扭头就跑了出来 明明进去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外面从白天就变成了黑夜 不仅如此 就连刚刚停在洞口的车 都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周围布满了杂草和树藤 从证件上可以看出 这好像是28年未动的老不动 当他再次回到山洞口 看到一个穿着奇怪的人 手里提着煤油灯一动不动 腰间还别着一把左轮 教授吵得喊了几声 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他十分好奇 拿着手电筒跟了上去 只见离男人越来越近 突然教授觉得有无形边界挡住了自己 他伸出右手轻轻摸摸摸 发现洞口有天然屏障 接着又搓了搓手指 居然黏糊糊的 随后他竟然直接走了进去 随着教授的进入 洞里的怪人也跟着动了起来 气氛显得特别诡异 与此同时 教授的学生发现教授迟迟未归 一行人来到山洞附近寻找教授 他们在另一处洞口 发现被割断了绳子 准备下去救援 留下小胖在上面接应 吓到一半时 他们感觉到了无形边界 高卧地就听到和教授那边 听到的同样奇怪的尖叫声 大花是他们当中最快的攀岩者 他手当其冲 打算更快的把其他人拉上去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大花刚开始攀爬 上面的绳子就被割断了 九千年后的飞船 悬浮在空中 周围布满了明雾 常人已经无法在空气中正常呼吸 半数都是岩石 小美试着启动接收器 但是没有任何信号 就在刚刚 大花准备用绳子先爬上去 不料还没有蹬顶 绳子就被割断了 他掉下来的瞬间 砸中铁柱的手臂 四个人中两名伤员 他们只好继续前进 在另一个洞口 看到外面的光线 以闪电般的速度划过 铁柱捡起地上断掉的绳子 顺着线索 找到小胖遗落的录像 从视频中了解到 他们下错了洞口 并且小胖在另外一辆车里 找到了关于布老拳的传说笔记 这里有原始人类在守护布老拳 所有的食物都已经被小胖消化完了 他也在上面等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最终还是顺着绳子 准备下来寻找众人 却不料下到一半时 绳子突然断掉 原来众人刚下到山洞时 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求救声 小胖那时就已经掉了下来 为了寻找真相 小美带上录像机 扶手攀爬 想到上面寻找信号 没想到 上面全是荒山岩石 即使爬到最高处 也找不到任何信号 小美在上面呼吸不畅 她再次回到洞中 把录到的影像递给同伴 她明明上去了30分钟 洞内的录像 却只有几秒的时间 还是妹妹从录像中发现 地平线上的阳光一直在改变 季节也是瞬息万变 这么快的速度可不只是一次公转 通过地面环境不同的原因 推测他们已经下来很长的时间了 原来那些看似被割断的绳子 是经过了长年累月的风化 自己断掉的 他们在山洞内待了几个小时 那外面岂不是已经过去了上千年 小美正准备再次爬出洞口 突然一道光柱射到洞底 迅速变换为一架梯子 紧接着下来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巨大的蔚来人 千年后的蔚来人来到不老全 还没来得及和面前的人打招呼 就被从洞里窜出来的野人袭击 他们很快扭打在一起 蔚来人直接把他甩掉 接着拿出发光的铁片 把野人束缚在地上无法动弹 几人见识到了蔚来人的厉害 刚逃离他的视线 却意外闯入野人的巢穴 野人已经发现了他们 铁柱作为队伍中唯一的男性 刘夏和野人周旋 但很快就被野人撂翻在地 这时蔚来人又追了过来 但并没有理会小美和铁柱 而是静止走向里面的池子 灌满了一瓶池水 迅速检测了其中的能量 然后把小美甩到一边 第六起铁柱 把他扔进水池内 小美并不知道蔚来人是在帮他 不断反抗阻止 黑衣人伸出让他放心的手势 没想到被池水浸泡过后 瞬间铁柱就恢复如初 原来这便是传说中的不老拳 此时越来越多的野人跑了过来 黑衣人寡不敌众 没想到被人从背后摘下防护面罩 由于不适应地球的空气 很快处于缺氧的状态 最后在小美的帮助下 蔚来人才彻底束缚野人 随后蔚来人发出求救信号 很快洞口的阳光不再交替 随即定格为一道绿光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蔚来人投射出影像 原来地球日益脆弱 人类只能移民火星 几人不敢相信 在洞内短短几个小时 外面已经过去上千年 是上去还是继续在洞内等待 下一次地球文明 他们正在犹豫不决 很快更多的野人追了上来 他们只能逃向洞口 打开蔚来人的梯子 几个人迅速爬了上去 但此时洞口竟然被水覆盖 小美伸手上去试探 却被两只怪爪拖进水里 随后帮他戴上氧气面罩 而下面的野人 也按下了梯子的伸缩按钮 几个人被定格在了空中 这时突然从水里伸出几根黑索 缠住了正在坠落的队员 这部电影的创意很妙 动力一秒钟 人间一千年 被救的人都顺利登上了 去往火星的飞船 时间尺度的不同 这个概念值得玩味 结局完美既符合这个设定 又超越了我们的固定认知 感谢观看